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因港人为寻求政治庇护的年轻港人提供帮助 目的下调八家中资银行及多家中国企业信用评级 时事大家谈 习近平若彻底砸烂香港 恐造成哪些反作用力 时事大家谈 周庭气宝流亡自接血悔过书 香港正在新疆化 本港四大电讯商体验调查 终于香港5G下载最快 网络覆盖与CSL同领先 请大家收看 在因港人为寻求政治庇护的年轻港人提供帮助 自由亚洲电台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开通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签证计划 允许持有BNO的香港居民移民到英国 并获得相应的居留和工作权益 然而 由于一些香港青年不符合申请条件 他们不得不寻求政治庇护 面对审批程序的漫长和被拒绝的风险 一批在英港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政治庇护者上诉支援的项目 旨在帮助这些年轻人上诉 并呼吁英国当局检视审批政策 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之一是前香港民主派政党 香港重置的副主席郑家朗 他最近获得了英国政府的难民身份 并决定帮助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香港年轻人 该项目将为未能申请到法律援助的人提供配对律师 协助他们起草上诉文件 此外 该项目还将提供情绪支持 并计划进行国会游说 争取英国议员的关注 据郑家朗表示 目前已经接触到九个政治庇护申请悖剧的案例 他认为其中很多悖剧的理由荒谬 他希望英国当局能够检视审批政策 重新考虑这些年轻人的申请 对于那些寻求政治庇护的申请者来说 他们面临着无法工作和没有收入的问题 因此无法聘请收费律师 一位名为阿森的25岁港人表示 他的申请被拒后 最坏的情况是被递解出境 他计划上诉 并等待律师接手他的个案 但他坦言这并不容易 英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 自2020年起 有299个港人申请政治庇护 其中有44名未成年人 但只有28人获得了难民或人道主义保护身份 43人被拒绝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个新项目为那些申请被拒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线希望 但也凸显了审批政策的问题 需要得到英国当局的关注和改进 目的下调八家中资银行及多家中国企业信用评级 自由亚洲电台 目的下调了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信用评级 并下调了多家中资银行和企业的信用评级 被降级的八家中资银行包括中国四大银行 他们的评级被下调为负面 此外 目的还将18家中国企业的评级调降 其中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和腾讯音乐等知名企业 目的还将对22家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公司的展望 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目的表示 这些调降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 由稳定变为负面的影响 这反映出与政策有效性相关的风险不断增加 时事大家谈 习近平若彻底砸烂香港 恐造成哪些反作用力 美国之英中文网 总结起来 目的下调了香港的评级展望 指出香港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变 进一步侵蚀了香港的自主权 同时也下调了中国的信用展望 中共以国安法打压香港 导致香港自由 法治和金融的崩坏 这让人们对习近平的对港策略 和中共的好处产生疑问 杂烂香港 可能会对习近平政权产生反作用力 国际社会需要思考 如何对香港问题发挥影响力 时事大家谈 周庭气宝流亡 自接血悔过书 香港正在新疆化 美国之英中文网 总结起来 这篇新闻谈到了香港近年来的变化 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 在中共制定的港党国安法下 香港的自由 法治和金融状况都出现了倒退 年轻人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绝望 一些知名的香港人 如周庭 曾志健和陈敏丽 都面临了各种困境 其中一些人选择流亡海外 此外 文章还提到了中共是否在对香港年轻人进行类似新疆再教育营的思想改造 以及海外的香港人如何应对香港的变化和无法回归的现实 本港四大电讯商体验调查 中央香港5G下载最快 网络覆盖与CSL同领先 新岛日报 根据流动网络分析商OpenSignal公布的报告 中移动旗下的中移香港在香港的5G网络上下载速度排名第一 整体下载速度与香港电讯旗下的CSL并列第一 两家电讯商在5G覆盖率方面也领先其他竞争对手 另外 数码通在服务质量一致性上排名第一 而核电香港旗下的三香港在网络可用率方面表现较好 这份报告是基于今年7月至9月的数据得出的 时事大家谈涉山或杯葛香港选举 黄世泽被连署通缉署光荣 美国之英中文网 黄世泽表示 香港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事件 这次选举将决定香港社会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 他认为这次选举是香港民众表达对政府施政的机会 也是对反对派力量的支持 他预测 这次选举将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关于香港廉政公署对他发出的通缉令 黄世泽表示 这是政府对他的打压行为 他认为这是政府以政治手段打击反对派力量的一种方式 他强调 自己一直以来都坚守法治原则 从未进行任何违法活动 黄世泽还指出 香港廉政公署过去一直是独立的机构 但近年来 政府逐渐对其施加压力 试图控制其行为 他认为这是政府对香港法治的侵蚀 对香港民主进程的阻碍 最后 黄世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局势 并对香港民众的抗争给予支持 他表示 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是全球价值观的一部分 任何国家都应该关注并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 他希望香港民众能够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声音 并为香港的未来做出贡献 FT 由北京入场抓人 物敌建议驻华员工在家工作 香港员工不要入内地 习近平将访越南 预计谈铁路项目 多达600名被中国驱逐的脱北者消失 中国11月出口在连续6个月下降后 出现意外增长 中国简报 明镜火拍 这则新闻总结了明镜电视的相关信息和频道链接 明镜电视是一个提供全球新闻和学者评论的频道 通过YouTube和其他平台发布内容 他们的节目包括中国研究院研讨会和明镜专访 观众可以通过加入会员 获得优先观看节目 会员贴图以及与主持人私下交流的机会 此外 他们还有明镜火拍和明镜新闻台等旗下频道 香港自由艺术奖展首站台北 望连接台港日共同对抗集权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民主女神团队和日本香港民主联盟 在台北举办了首届香港自由艺术奖 展示了香港抗争精神 由于国安法的实施 香港人已经无法在香港表达自己的声音 因此这个艺术奖和展览成为了他们展示意志的方式 主办方希望通过艺术创作 展现香港人的意志 并且连接台港日团结对抗中共极权 日本香港民主联盟表示 很多香港人在国安法后无法发声 台湾和日本与香港有共同敌人 所以选择在台北作为展览的首站 希望用艺术连接台港日 共同对抗集权 香港抗争艺术家黄国才表示 艺术比抗争口号更直接表达抗争精神 而现在的香港已经无法容纳香港人的艺术创作 海外港人可以接棒传承 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作品可以回到香港 在香港的真正的文化博物馆展出 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会长林长佐表示 从他认识的人被关押和无法出境 以及他不能去香港等势力 可以看出香港已不再是自由的香港 他相信台湾能给离散港人空间 继续展示香港精神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 台湾能扮演自由创作庇护所的角色 为香港团体和艺术家提供继续发声的空间 香港与沙特千倍望路招商引资 李家超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 新岛日报 香港投资推广署和沙特阿拉伯投资部 签署了合作谅解备望路 旨在促进两地在投资推广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这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年2月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东地区后的成果之一 访问期间 香港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13份备望路或意向书 为香港企业在中东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同时吸引了当地公司和资金来港投资 李家超表示 香港将发挥其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 成为内地和海外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 备望路的签署将加强双方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合作 通过互访 知识交流 工作会议等活动来促进直接投资 并加强双方的经济关系 此外 香港还正式与沙特阿拉伯展开谈谈 以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并加强双边投资流动 推动香港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香港法庭李卓人已载任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官民言监禁环辖后判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法庭近日对一名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的被告进行了审判 该被告是李卓人妻子的包妹 被指在警方搜查李卓人妻子单位前 多次进入单位并带走手机和电脑 被告在庭审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表示愿意接受判刑 辩方在求刑时表示 被告是出犯 且具有良好的品德和正面的社会服务记录 然而裁判官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有思考和部署的 并最终决定判处被告监禁 据报道 被告在警方搜查李卓人妻子单位之前 两度进入单位并带走了涉及李卓人妻子的证物 被告的辩方表示 被告是出于对包子的关心和担忧才采取了这些行动 并没有深思熟虑后果 然而 裁判官认为被告的行为是经过思考和部署的 因为被告在进入单位之前多次折返 并最终带走了手机和电脑 虽然被告的行为并没有给包子的案件造成实质影响 但裁判官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犯罪行为 判处被告监禁 这起案件涉及到李卓人妻子因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拘捕 据报道 被告是在警方将李卓人妻子押送到单位搜查后 进入单位带走证物的 然而 警方后来通过调查发现了被告的行为 并在两天后将其逮捕 尽管警方在涉案手机和电脑中没有找到犯罪证据 但裁判官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有罪的 并决定判处被告监禁 这起案件的判决将于本月底进行 总结 香港法庭对一名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的被告进行了审判 被告是李卓人妻子的包妹 被指在警方搜查前 两度进入单位并带走证物 被告在庭审中承认了罪行 并表示愿意接受判刑 辩方表示被告是出犯 具有良好品德和正面社会服务记录 然而裁判官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有思考和部署的 并最终判处被告监禁 这起案件与李卓人妻子的涉案有关 但警方没有在被告带走的证物中找到犯罪证据 裁判官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有罪的 并决定判处被告监禁 港股逆全球趋势向下 分析师料前景暗淡 除非与欧美修好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股市在今年表现不佳 恒生指数连续第四年下跌 最近重回971.6万点水平 股市交易额也大幅萎缩 其中10月份仅达到近788亿元 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 香港经济前景也遭到多个行业和国际机构的负贫 预计明年可能会出现财人潮 有分析认为 香港股市可能会再次破底 而印度有望取代香港成为全球四大交易所之一 今年全球24个上市证券和商品交易所中 香港的表现最差 大跌于20% 市值不足4.7万亿美元 目前排在全球第四 与此相比 印度股市今年以来升幅达13% 市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 此外 香港的IPO新股集资额也可能在全球排名下滑 被印度超越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将香港 澳门和中国的评级下调至负面 主要是因为香港与大陆之间紧密的政治 制度 经济和金融联系 以及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变等因素 这些都对香港的前景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分析师呼吁香港当局不要过分依赖内地 而是应与欧美重修就好 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港交所主席史美伦表示 香港更需要加强与全球市场的连结 以应对地缘政局紧张和宏观经济挑战 他特别提到了与沙特的合作 称香港与沙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并且沙特交易所成为港交所认可的交易所之一 然而 这些东西更为重要 只有增强投资者信心 才有望帮助香港稳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否则 香港可能步入遗址的境地 十二期 时事大家谈涉山或杯葛香港选举 黄世泽 被联署通缉署光荣 周庭气宝流亡 自揭写悔过书 香港正在新疆化 习近平若彻底砸烂香港 恐造成哪些反作用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即将在本周日举行区议会选举 然而 在中共制定的港党国安法下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一个个被捕入狱 自由 法治 金融全面倒退 大量港人移居海外 年轻人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绝望 一些知名的活动人士 如周庭和曾志健 选择流亡或认罪 甚至有人担心 中共是否正在对香港年轻人 进行新疆式的思想改造 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四年来的巨变 以及港人面对香港前景的现实与困境 中共以国安法不断打压香港 导致香港的自由 法治和金融全面崩坏 目的将香港的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习近平的对港策略 似乎是要砸烂香港 然而 这样做究竟对中共有何好处 砸烂香港可能会引发反作用力 导致更多国际制裁和对中共的批评 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对待香港问题 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香港的局势令人担忧 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正在被侵蚀 中共的打压 不仅引起了香港的内部问题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中共的压力 促使其改变对待香港的态度 香港的未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寻找解决的办法 香港法院裁定6人暴动最成立 判求43至51个月不等 联合早报 在香港反修例期间 607年被判求43个月至51个月 罪名是参与暴动 法官指出 最让人遗憾和可怕的是 这些年轻人被操纵 被推到了前线 其中一名被告被发现 携带了多种装备 判刑罪重 另外一名被告 同意了大部分控方的指控 判刑较轻 另外一名被告 曾任职西贡区议员助理 案发时没有装备和武器 但法官认为他的解释不合理 此案是香港理工大学 暴动事件的一部分 共有15名被告 其中9人已认罪 宁德时代落户香港设国际总部 联合早报 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 宣布在香港设立其国际总部 并计划明年在香港上市 宁德时代与香港科技员公司 签署合作备忘录 成立宁德时代香港科技创新研发中心 旨在推动香港绿色科技发展 和实现零探目标 宁德时代计划 未来五年在香港投资超过11港元 并聘请500名员工 此举将使香港成为专才向往的目的地 类似于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 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供应商 其电动车电池市占率高达36.9% 港府无所不用其极为星期日区选股票 联合早报 香港将于12月10日举行区议会选举 港府连月来进行强力催票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市民投票 港府的催票措施包括宣传活动 资助长者中心 呼吁公务员投票等 港府还推出新的安排 在投票后派发新一卡 并设置打卡位供选民拍照留念 然而 这些措施受到了一些质疑 有人认为 新一卡可能成为履行公民责任的证明 港府强调 投票率愈高愈好 但没有设立硬指标 希望市民明白投票的重要性 两年前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 仅为30.2% 是香港有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 有分析认为 如果这次区选投票率也低于30% 将损害港府形象 甚至重挫本届特区政府的形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香港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一个名为政治庇护者上诉之人的项目 该项目旨在帮助申请政治庇护 被拒的年轻人上诉 并呼吁英国当局检视审批政策 这个项目为那些申请被拒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线希望 但也凸显了审批政策的问题 需要得到英国当局的关注和改进 我们还谈到了目的下调了八家中资银行和多家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 这反映出与政策有效性相关的风险不断增加 中共以国安法打压香港导致香港自由法治和金融的崩坏 这让人们对习近平的对港策略和中共的好处产生疑问 砸烂香港可能会对习近平政权产生反作用力 国际社会需要思考如何对香港问题发挥影响力 另外 我们谈到了香港的抗争精神和艺术表达 香港民主女神团队和日本香港民主联盟 在台北举办了首届香港自由艺术奖 展示了香港抗争精神 他们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展示香港人的意志 并且连接台港日团结对抗中共极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看到了香港人民坚持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最后 我们还谈到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和股市 香港股市在今年表现不佳 恒生指数连续第四年下跌 香港的经济前景也遭到多个行业和国际机构的负贫 预计明年可能会出现财人潮 分析师呼吁香港当局不要过分依赖内地 而是应与欧美重修旧号 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这些新闻反映了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也让我们看到了香港人民的勇气和抗争精神 希望大家多关注香港的情况 为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发声 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和提问 请问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